花8万块钱在劳力士专柜买了一块手表 结果才带了一个月不到 手表的表真就不走了 于是找到商家要个说法 商家就说是你自己倒霉 盖不退货 遇到这种招心事 你该怎么办 脑内事从来没出现这样的问题 你就是万魂这个倒霉点 他就过这样 张先生在前一段时间 在长沙的一个专柜 花8万块钱 买了一块劳力士手表 没想到他短短一个月表就坏了 张先生觉得我花了8万块钱 我再怎么也应该向 专柜的销售人员讨个说法 毕竟是奢侈品 才短短一个月就坏了 这也说不过去 张先生就怀疑这块表 要不就是水货 要不就是行货 不然不可能这么快就坏了 于是他就找到商家 要求商家提供这一块劳力士表的进货单 但是被商家给拒绝了 拒绝之后的张先生 人不死心 要求商家检测这块手表 到底是真是假 面对张先生提出要检测报告 销售人员虽然不情愿 但是还是造作了 但是检测的报告出来之后呢 却没有给张先生看 山岸这边说了 这份检测报告是属于我们的商业机密 没有工商局的红头文件 是不能随便把检测报告给别人看的 张先生一听到销售人员这么说啊 就更来去了 我自己花的钱买表 难道我想看个检测报告都不可以吗 商家这边呢迟迟不给张先生答案 张先生呢又急着要个结果 之后在僵尸之下销售人员这边给受了说法 但是依然没有出具证明表示真实的凭证 他说他们是东方表行 是劳力士的代理商 自己售卖的东西必须要得到品牌方的允许才会进行售卖 他们也不可能为每一位投诉的顾客都提供检测报告 张先生呢对销售人员给出的这个答案并不满意 一路之下请到了相关的执法人员前来维权 这时候销售人员才把劳力士服务公司鉴定的检测报告给拿了出来 检测的结果是表受到外力的冲击 而且佩戴的时间已经长达6个月了 销售人员这边认为呢 你的表带了都已经半年了 出一点小问题 不过就是表真他不走了 这是很正常的 我可以帮你维修 但是你想要更换新表那是不可能的 不过张先生这边表示呢 我不接受维修我就要一块新表 两者没办法达成一个共同的协议 关于这个事情呢 有几个疑点 张先生在之前说 这块表自己佩戴了一个月 但是劳力士这边给出的检测报告是已经佩戴了6个月 这到底谁真谁假呢 第二个疑点是 东方表行是劳力士很大的代理商 照理说他也不会因为一块几万块钱的表就砸了自己的招牌 那如果这块表就是真的 商家明明可以拿出检测报告 直接证明自己的清白 那为什么当张先生提出要检测报告 但是商家这边却不愿意给呢 但是呢大多数网友是站在商家这边的 他们认为呢买家没有提出关于发票的问题 那么就证明呢商家的票物 进货渠道是没有问题的 如果真的是商家的渠道货源有问题 早就起诉赔偿了 不过这块表的检测报告呢是劳力士这边出的 它不具有公信力 为了避免这种情况发生呢最好是找第三方权威机构去证明 费用的话如果是买家自己这边造成的问题 那就自己负担 如果这块表有质量问题 那么检测的费用就用商家这边出 我个人觉得这是比较稳妥的一种方法 你们是站在商家这边还是站在买家这边呢